好 回来我们继续 Blai Gaming对阵上 IG的这场BO3了 双方已经是打得如火如荼了 我觉得赛事已经进入了白日化的阶段 因为现在BOG手握的一个赛点 马上就更进一步 就AJ的那个 离AJ的奔跑计划 长跑计划已经越来越近了 当然对于IG来说的话 短暂的一个场间 所以时间也需要去考虑一下 究竟上一局在前期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导致可能说让EZ发育装备太好 以及在野区的控制力上面 直接前期会失守 这一场也期待一下 他们上场之后做的一个调整 包括会不会换编的一个情况 没错 其实像上一局的比赛的话 确实还是给了蛮大的惊喜 因为我们对IG这支队伍的了解 就是一个擅长于打前中期的 尤其是在春节赛当中 他们上来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操作 包括表现 其实我们都给他们落下了一个印象 就叫做符文改版之后 IG就是适合IG的一个版本 就仿佛是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然后前期打得非常的主动 并且都能够拿到优势滚雪球 但是在上一局比赛的话 确实没有能够在前期顶住压力 甚至说扩大局是反而劣势了 而且BLG的话打得也是非常聪明 他们在自己拿到优势的情况下 虽然有一波失误 但后续他们也是紧急地 调整了自己的一个战术 利用着左一的一波漂亮的隧道 维鲁斯踪入那一波 成功地打开了突破口 就抓机会的能力来说 我觉得左一这个英雄有必要去考虑一下 双方教练的一个画面上 BP应该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的 这一局对IG来讲 需要异常地去注意 是的 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双方已经换边 IG是在蓝色方 BGaming是来到了红色方的BP思路上面来说 前两手是扳掉了莫甘娜跟蝎子 是的 莫甘娜跟蝎子这两手还是针对半 因为像BLG他们确实很擅长打这样的一套体系 反观BLG的话是扳掉青钢瓶加洛 那这样的话现在卡莎还在场 卡莎放出来了 以及像刀妹这个英雄 对 刀妹 也还在 也还在 卡莎刀妹都还在 我觉得要不然狼狼狼一人一个吧 就两个英雄放出来 搬了吸血鬼 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必放一个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卡莎刀妹都在场 也有可能BG这边选择 就说我两个都不扳 你拿卡莎或者拿刀妹的话 我可以拥有另外一个OP 没错 也是一种考虑 看一下教练怎么做 就看红方是否能 就如果说真的放出来 是否能在一二选 拿到两个非常强势的英雄 因为你红方是能选两个的 但这里 还是选择扳了卡莎 这个英雄的威胁性还是太大了 那这样来讲的话 高位这个英雄 相信Rookie也是非常擅长的 直接放出来我就敢选 直接锁下来 没问题 这个英雄现在来说的话 非斑几场 没错 中路确实没几个英雄 好打刀妹的 就连之前大家有在尝试的 什么陆路尝试去打 但是虽然 时光老头 虽然线上看着还不错 就是你打不出优势 但是说你可能不会被他 刚死得这么死 而之前见过一场 就左翼对刀妹 其实这个对线来说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对刀妹的 意见他控制能力来说的话 会有更大的一个要求 是的 看一下 依然是给金角拿了一首 一则瑞尔 选到了一J 上场发挥非常出色 依然是左翼跟刀妹的一个对线 这局标记的思路还是一样 打磨奖流 那两个手非常长的一个C位 看一下宁王这一场 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打野 还是说先拿下路组合呢 这里 德莱文吗 德莱文 但是我觉得这局德莱文锁了 在有左翼的情况下 去选择了一首德莱文 而且不光是德莱文 我还要更快乐一点 要锁出雅锁 但是就雅锁还是亮一下亮一下 换成了九筒 换成九筒 宁王的招牌英雄九筒 那这局选九筒 就要比上一局中美要好很多了 毕竟前期可以去做事情 反观标记的话 三选一就是雷克赛选出来 其实这一局对IG来讲 他们这套体系 如果是刀妹中单的话 我觉得他们上路也可以选奥恩 因为POG阵容 最怕的就是强开 所以说对标记来讲 看他们会不会在第二阶段 把强开英雄全部绊掉 第二轮 PP来说的话 锤石 搬了对面下路 可以跟德莱文前期配合的 非常好的英雄 因为几方可能也不太想去拿 像塔姆这样的在线上归缩 对标记来讲 我觉得有一首是什么 他们可以在第四选拿布隆 那拿布隆的话就告诉你 你就别拿奥恩了 你拿奥恩的话你要被我看那 好 炼金斑了 毕竟刀妹很不想看见这个英雄 没错 后续的VP是否还针对辅助 斑了一首牛头 因为毕竟我们有莫甘娜了 是的 这一手的话 大概率标记有可能要锁布隆了 因为锁布隆的话 是可以防止埃金拿出一首 上路奥恩来打墙开的 布隆或者是卡尔玛 我觉得在下路都还不错 是的 但德莱文这个英雄恐怖的点就在于 如果说前期让他一直发育起来 就很恐怖 布隆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首布隆不光是一抢带班 还有一抢来警示对手 在封锁你上单的选择 对 比如说你想选奥温 如果你这首不锁布隆 反身给到德莱文拿到布隆加德莱文的话 那真的就现场太猛了 是的 蓝色方IG最后两手的一个选择 锁了船 要打多核体系编带思路 那这个核是真的是 是根本不缺叔叔 现在整体看IG的阵型来说 但是相当的暴力 缺强开 而且阵型来说不是特别的灵活 补一手女毯强行的一个开团手段 如果锁女毯的话 那这局就要看凝王的前期节奏了 如果凝王这一局前期三集 能够说帮助无论中路也好 还是下路也好 拿到优势都很好打 但最后换成塔姆 那这样的话开团是不是有点 不太够 就完全靠九筒 以及船长大招来强行留人了 因为如果是女毯的话 整个阵型就是要跟你all in的 是的 开到的话 我就要大家一起进场 刀妹在开大九筒跟上亿 反正BLG自己可以拿一手all in 拿手all in 这个阵型其实个人感觉 完整度上面来说 BLG这边更好一些 对 BLG的阵容看起来更加完整一点 但是怎么讲 就IG这道阵容 他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们前中期的打架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野区小规模团战 因为船长到六之后 可以支援一个大招配合刀妹 再加上九筒 他们的爆发是很高的 所以这一局IG选择换了一套 跟上一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的情况下 要看前期是否能拿到比赛的优势了 而且我觉得这一局真的 这个Live相当的自信 德莱文这个英雄在关键的赛点局上面 我们可能鲜少会见到 尤其是在于 对方已经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灵活的阵容 你要选择一首德莱文 究竟能不能够打出自己前期 或者这个英雄应有了一些爆发效果 并且还配了一首塔姆的保护 或者说中期他可能会是一个 偏旅行的角色会去带节奏 这个都要看赛场上面选择们的发挥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场 既然教练组选择相信他们 拿出这样的一个体系 也要看他们在蓝色方 究竟怎么去处理 是的 对于他们的阵容来看的话 就前五分钟 凝王的节奏一定要特别特别的优秀 如果前五分钟 凝王的节奏好的话 那很容易就打开整体的局面 而且前期就带控制的九筒 也有比较多路线的一个选择 是的 因为奥温这个英雄 我们也之前看到对线团长 前期是有会压线的一个情况 会把上升量打得比较低 而中路左一 包括下路一阶加上布隆 我觉得都有机会 对都有机会 就是说这局的话 凝王前期节奏是否能够很顺畅 就是IG这一局的一个绝对核心点了 反观对标记来讲的话 他们的阵容 跟上一局的整体核心思路是没变的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除了上路 补了一首超远距离中期的一个开团点 而且整个阵型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老英雄上的话题 就是BO3第一局 我赢了 那我必须的思路 尽量的不要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是最好的 以不变应万变 毕竟我这一套 我刚吃到香 刚尝到甜头 还觉得还不错 这局选 手感也不错 对于这个英雄的拿捏程度来说 这一场包括雷克赛又再一次登场 要看一下双方打野赛前期野区的一个博弈了 其实雷克赛在野区碰到九筒的话 其实还有点蛮头疼的 因为雷克赛跟九筒打 就你在挖隧道的时候 九筒可以一肚皮把你撞下来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到队友的一个支援效果 对 就左翼跟EZ这边的话 感觉如果线上打得稍微激进一些是有限权 看这场对局究竟这一分发落谁家 两边的粉丝还是非常热情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么晚 还陪我们一起在现场观看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因为今天得益于管大师的这个神奇的buff 然后我们今天的比赛其实赛人打得比较长 大家在场馆里面应该也是待了将近一整天的时间 都比较辛苦 没错 比较去这边是带了四个小兵驱逐器 哇 那这个思路就很明显了 前期是 我就是为了维护我家打野入侵啊 对 有机会入侵的话 我肯定先让队友献权的话 第一时间过来支援 就我前期只要我带四个小兵驱逐器 意义就在于说 只要雷克赛想动 我第一时间我所有小兵驱逐器 直接倾泻而用 用完之后我就可以帮助雷克赛去入侵 这个思路还蛮有意思的 对 这边的话看一下一级 他有个路线留下上半区开 这边背给面的一个视野 也查理到了IG开野的一个路线 而且其实标记 在这里有眼 是被发现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其实标记是有危险的 牛王也在绕 但是标记非常聪明 打一套就走 没有贪 对 IG也很聪明 今天在三双桃这边放了一个视野 因为知道你打野红驱 开的几率比较高 别玩是处理自己的一个F6 下路依然是想抢一波二的 现在来讲的话 伊兹瑞尔加上布隆都带小平去日期 那下路的推线来讲 肯定是标记有优势的 而且中路左依在早期的推线能力来讲也是非常出色 刀妹还是前期在线上会稍微弱一些 面对对方如果是个长手型的英雄 这边九桶 下半区是F6打掉 重打完之后直接去上半区打三郎 而且小东北这局依然带着引燃 那就是要在线上给足刀妹压力 就刀妹一旦走位不慎的话 在早期是很容易被引燃一套给秒掉的 大概率这个路线应该是合线一人一支 对的 对 在这一波入侵看一下想反F6 但这边发现就已经打掉了 感觉是想往下走 这个位置IG的兵线是呈反推之势的 所以说位置有点小尴尬 一旦说目标先杀塔姆的话 其实塔姆会很危险 但稍微有点难的 就是布隆这边没有带点燃 这边应该是能打一下召唤师技能 没错 看一下雷克赛的位置 还在等 德莱文的话征服者已经触发了 他能发现IG这边应该是没有视野察觉到了 而且周董应该在上半区 主要小兵太多了 红色方也没办法扛着这么多小兵来打 但雷克赛其实投资了很多时间 先等小兵进塔再出来打一套 但不敢打了 兵线太长 这波如果要打的话 德莱文加塔姆是完全不虚的 你是雷波比较早的Gank时机 刚好也是雷克赛拿完红之后 想要去帮下路 继续建立一点优势 反而是您的九筒 是刷完自己的 上半区留了一只魔爪蛙 回家做出了深寒惩戒 直接马不停蹄就往下跑 对 把上半区关键的 反正和谐先打了 就这一局宁王的节奏是非常重要 一旦说能开花结果的话 那IG的滚雪球能力是非常强的 反其他而起 其实因为直到这个时间点 雷克赛肯定回去补自己的发育了 应该是想反蹲 因为他们主动打的话 除非塔姆能选红 否则很难留 而且双方如果要动手 应该目标都是对方的苦助 对的 在布隆这边有个盾 看一下雷克赛这一波 又是入侵 视野是已经看到了 被视野发现了 但是九筒还在蹲 如果雷克赛的位置的话 还往下走 要动手了 要打EZ EZ一个二数月先走掉 那九筒的位置也暴露 两边打野各来一次 对下路是很有关照 就是我看着你呢 你注意点 你别打得太凶 你下路都别想疯狂的压我的线 是的 这个位置的话 直接迎面催眠气泡 睡到了 那反身的话 看雷克赛要不要上 没选得上 因为状态不好 直接往外拉 倒霉的话也是 推完兵线赶过来 但是留不住 都没到六 是的 可能等到六之后 再会来东西搞一波事情 所以我感觉刚才标记 左一如果他们上的话有机会 中路比一双刀飞到了 巨破之舞也打到 但反身被催眠气泡碎到 反身小龙美一套伤害也非常高 但小龙美这里没拦了 所以他需要非常小心 左一这个英雄没拦的话 确实还蛮危险的 对 刚才不是特别好选择回家了 所以实际上是有点燃的 倒霉双方都有过来中路干卡的机会 下路的话是直接交踢回线 走到发尾上面来说的话 德拉那是稍有压制 中路直接跟打 但雷克赛就在旁边 一个闪顶 两秒 如给如给反身 再一个Q技能 配合九筒翔 先秒 两边都在找着一个中单 但雷克赛 直接一个顶率先击杀了刀妹 我这一波 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就当时宁王走过来 他是不知道 雷克赛已经提前蹲在了这个草的位置 对 而且双方中单行的状态都非常的差了 刀妹这边先手大招 但没有想到这个伤害上面来说 还是自己血量一下子被打得比较低 主要还是没有想到雷克赛就在那个位置 本身以为是一波二打一 是一波包夹之势 没错 只要PP到线上 刚好一波兵 经验不会亏太多 再看一下 这一波宁王 其实他看不到这个雷克赛的位置 那直接闪顶配合一套伤害 而且宁王的一闪也是被 左一的闪现给阻掉了 后续的话一波闪命比较多 总统也没有技能CD了 就换不掉这个左一 宁王也对拼的第一波成效 其实比Gaming这边是占到了一血的一个优势 是的 下路的话依然打得还是很凶的 有着一个十多刀的一个小领先 而且打野在疯狂在中路搞事情的时候 又给了德莱文非常多的发育时间 是 宁王上路 对于Duke来讲 他的抗压的工作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在面对奥恩的情况下 补刀没有太多落后 而且顺利把耀光补出来了 那船长这个英雄 一旦有耀光之后 你想再压他 就很难压了 对 前期 不过最后这边也想清楚了 反正大家也可能不会更多的过来 关照这个奥恩的事情 我就 慢慢发育 大个偷钱的 是的 在上路稳住自己发育就行了 其实这一点还蛮不容易的 上路直接交大 雷克赛赶过来 那这个卫生又闪现躲掉了顶 那这一波船长还把大招 把所有小股清掉了 恶虎虎虎实进场 但奥恩的一套伤害 是配合队友秒掉了船长 船长其实这一波做的很不错 上路也开打了 是的 已经被消耗的血量比较低 还挂了个点燃 有的是反正套了个虚弱 其实刚才Duke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但是对手人太多了 人多并且还带伤害 而且 扛塔的时候奥恩也比较肉 绕过来 但只有五级的宁王 没有大招 还是很难击杀的 但你依然是上路这边 受到了压制之后 下路这个问题 还是难以去解决了 直接过来蹭跪了 而且 伊兹瑞尔山也是没踢的 这一波的话是要亏掉一波拼 下路的话 蓝色帮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领先的 毕竟打得很主动 而且有塔姆在 所以说也不怕 布隆家伊兹瑞尔会反打 有双方AD就是在拼发育 打野又到中路这边过来靠一波 一个睡睡到了要打 这个位置九筒这笔 他被打残了 反身三倍进场 一个大招配合九筒 反杀掉了雷克赛 这个位置 Rookie赶得刚刚好 来得太及时了 没错 双方都有这么一步 是的 但伊兹瑞尔 还好宁王有惩戒啊 这回了一口 回了一口 胆战心惊啊 我太吓人了这一波 但中路这一波配合上面来说 就谁的支援更快的 更及时的会到 而且 谁会占到人头便宜 发现没有 就好像每次谁先动手 谁吃亏 而双方其实似乎都差不多 就打野这段时间点 都放在中路重心 因为下路都选择了回家 刚才这样一波的话 又是给到九筒拿了一个人头 这一局的话 宁王的节奏还算不错 再看下刚刚的一个回放 是D听到了 知道九筒就在这个草 那第一时间呼唤了几方的左翼 直接往里丢催眠气泡 但是 Dripton的一个大招 是没第一时间给到 因为被比翼双刀给晕到了 再看到上路又是一波越野 宁王赶过来能救吗 救不了啊 反正给大 但这个位置刀妹赶过来 有收割之势 这个位置 九筒先死 但刀妹后续没有大招 不敢跟了 那这样的话是一波一换二 很可惜 这一波刀妹是没有技能的 如果刀妹这波有大的话 可能标记会很危险 对 刀妹人头的进账 对于IG前期这个阵型来说 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而自家的船长又是频频受挫 但布莱文的下路这一局是发育得相当舒服 防离他已经点到了半球以上了 是的 这一局的话 确实下路组合来讲 IG处理的就要比上一局好很多了 大招直接先冲线 布莲先把盾开起来 来挡一下德莱文的斧子 不让德莱文来A塔 这个位置挂了一层被动 但不太敢上 毕竟在征服者的德莱文 他的那个斧子的伤害真的高的你看不懂 是的 但久通这一波又来了 又来了 下路先排演 凝王这局确实打得比上一局主动很多 而且这一波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上次有闪有大 一旦说红色帮这个下路双方组没注意的话 被一闪大招直接炸回来 就直接秒掉了 还在蹲 这边他又考虑到可能 雷克赛会过来守护这个下路的伊塔 雷克赛的话确实也在下半野区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往下赶 而是先刷野 先补补发育 因为觉得战事上面来说 毕竟你是个塔姆 是的 要选择回家了 牛王也是直接走到线上帮忙清拨线 小罗欧文在队友回来帮了几波之后 确实压子力也慢慢打出来了 下路直接平推 是的 由来文拿到了伊血塔 由来文这个英雄 他滚水球能力真的很强 但是现在他就急需一个人头 对于Jacky来讲 真的急需一个人头 他已经补了120刀了 如果说能拿个人头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个赏金 因为他把伊血掏出来的那一波 比如说他有三颗人头 基本上对方就后排进了他 都是要溜的 别说后排 前排感觉也要溜 前排估计也扛不了多久 是 每个赛过来搞点事情 这个蓝buff是守不住 直接反掉 直接反掉 反观 IG的话是选择了换线 把自己的一个下路组合换到了上路 那换到上路之后 上这个伊塔虽然被消耗半血 但是仗着自家下路组合是优势的情况下 红色帮也不太好 就强推上路伊塔 AJ这个位置在桃里蹲 上是有大的 但身后站个塔姆直接给大 目标是谁 塔姆 塔姆直接被顶飞起来 交出自己的闪现 雷克赛在側翼被九筒找到 九筒一个肚皮没撞到 反正被催眠气泡没睡到 很可惜 两边都是交出了各打50大板吧算是 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当时其实塔姆也没有出塔太远 而且身后主要是雷克赛 被九筒给拦住了 是的 IG现在只要稳住自己的下路组合的优势 那他们这局就有很多的主动权 而且IG他到中心还很发现就是 就是思路就还是希望通过 能够爆小规模的团战 通过人头扳回点经济上面的劣势 没错 因为IG他们这阵容打肉搏战 真的很厉害 对 所以说IG在中期这段时间 依然是强势的 你别看人头是落后的 但他们打电还是厉害的 对 还是想给左翼跟EZ 创造一些人头上面的经济收入 一个隧道了 但是有令人冲击 反身巨破之无挡掉伤害 挡了很多伤害 对 上路依然是双人组的一个对线 中路这边当面是有大招的 打野这个时间点是往下路靠了 看一下雷克赛是不是 想要先去把这个龙给空了 对于IG来讲的话 这局其实也不太着急 毕竟他们输出点多 你看团长现在13分钟 也有三项了 所以说对IG来讲 他们这局只要保证 中期不出事 慢慢往后拖 那拼输出点的话 IG是必须的 因为你想要让一个在铺钱流的团长在捕刀病魔被对方上单落下的情况 让他的经济发育受限是很难的 对的 反观对标记来讲的话 就必须要珍惜中期的那一段强势期了 由同一个扫描发现了一个草里的视野 牛王这局打的也是思路清晰 我就围绕下路来打 保证下路能有优势而且不出事就够了 我就保证催塔了这条线 对 尽量不被抓 而奥恩如果不在正面的话 其实标记缺少一个大规模先手开团的一个条件 直接一个大招 扎回一个布隆 但是布隆举盾很及时 那仅仅只是消耗了一下 布隆的话 蓝量比较低啊 上路一塔不太好守 IG的想法应该还是希望 每一波过去先消耗你一塔的一个血量 因为刀妹在中路躲不开 是的 那这一波奥恩 跑到中路来看一下有什么想法 偷偷摸摸的想要做事 但是刀妹有闪有大 还是很难杀的 上路的话 九重依然在草里蹲着 这一局就真的是配合队友 要强行拿优势了 Jeky一个人在点塔 塔姆在侧翼随时准备来吞 以色尔尔的话也只能够去用自己的技能清兵 雷克赛的话 一个催眠气泡睡到了塔姆 反向的话看雷克赛要不要跟 我们没选的第一时间跟飞行乱入也没打到 那这一波的话也是只能作罢 爱翁恩延缓一下IG推塔的一个节奏 是的 爱翁恩是跑到中路来守这个刀妹了 那船长继续在下路发誉的很舒服 船长这一局的发誉非常非常的出色 就从上路被抓两波之后 自从换线以来 下路就变成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虽然被抓了两波 但是他的发育丝毫没有落后 甚至应该是有领先的 他这个经济情况来看的话 刀妹的话 三向也在手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是IT最强的一波时间 直接上来打一波消耗 逼出了左翼的隐燃 这个隐燃的话 也是自己本身所带的 其实看到BLG的他们的一个思路 也是蛮清晰的 就不停的在上路这三个草里边做视野 因为随时有可能 九筒就会从这三个草的某个草 窜出来 反光IG的话 也是一直在处理这三个草的一个视野 现在左翼 很难找到机会去配合队友 因为一直还在线上 中路没有爆发太多的一个事情 下午先封的话 也是因为上塔的推进受挫 IG也其实没有办法去动 双方陷入了一个比较僵持的阶段 而僵持阶段来说 其实对于船长的发育 是相当舒服的 没错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这局 IG中期不需要着急 因为他们的输出点真的很酷 当他两件套有血手的时候 进场也有了一定的生存能力 而且确实现在打下来看的话 IG会更主动 因为BLG如果想要在这个时间来接团 奥恩一定得出现在正面战场 但你奥恩出现在正面战场 其实船长不需要 因为船长只需要支援一个大招就够了 所以说BLG如果想在这个时间接团 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防刀妹拿个篮 久总继续往上路这边靠 队友的话已经是把下股前锋 给触发了 打了一段 溜了 依然是围绕着上路 想要去推这个上路一塔 但是标记也是利用了 自己清线速度快的一个特性 一直在守 这波左依是选择了回家 刀妹当然在中路也给了信号 所以上半区队友也没有选择 直接去压防一塔的血量 都打得比较稳 是的 但是这局打得也很凶 第一线直接做了无尽 无尽德莱文的话 他一旦说冲发了暴击 配合着斧子的伤害 非常非常恐怖 这个时间点可能奥恩这个装备 也不一定能扛得起德莱文的几招 奥恩这波其实往中路靠了 标记是想求团 对 想接团的 又是一套打到了 但催眠气泡没睡一套 特意的话 如可以再用力 从今来进行回许 但IG撤得也很果断 这上路直接 下路奥恩往中路靠的一瞬间 上两个人不推了 是的 中路上当位是守线 有蓝的话在线上也相当的舒服 金桥也是拿到自己的一个红buff 增加了自己的线上的续航能力 9级之后红buff会为你提供一个回血效果 拿了红过来 这波先回家 双方在十八分钟左右 就十五分钟开始就已经比较僵 僵住 很难找到突破口 是的 但是一分钟之后的这条土龙 有可能就是一个爆发团战的一个点了 因为对这条土龙来讲 IG肯定是不想放的 对标记来讲 他们肯定也不想放 毕竟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打架也不弱 英王是看着对手的打野从自己的面前走过去 没选择贸然去动手 左童一直在上半区 守护自家的下落双人鱼 是的 这里说套上逼了一套技能 没办法把刀妹的血量压低 是 这里刀妹反正鼻双刀没打到 催眠气泡也没睡到 两边打野还在 确实这一局两边的打野嗅觉都很敏锐 你在哪我就在哪 刀妹一技能去先手一个左一 确实压力也比较大 对 直接过来 上路选择用大招去清兵 位置已经摆到中路来了 要跟你换中路的这个一塔 是的 但是船长身上是身上是有大的 如果说防守压力大 船长可以直接用大招来清兵 但中路的一塔血量实在太低了 五人抱团还是有点难 因为毕竟奥恩也在正面的话 可以直接开个大招劝退 没错 那这一条土龙的话 标记就直接拿下来了 换土龙去换二塔 IG的一个选择 刚好杜莱文的话 因为要推上塔也把DB给交在上路了 没错 结果土龙也是被标记给拿下来 上路二塔 应该是可以耗掉很多血量 左一是正在往过 来不及 感觉这二塔是有了 应该是有了 对 野区的话是乌龙 DJ的话并不在 乌龙来到侧翼 但是谁才是虎 谁才是羊 所以被找到了 反正举顿交出出人闪现 但是被德莱文一个大招刮下了人头 拿到赏金 这个赏金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他补了230多刀 拿到了这个人头 这个人头是爆发的相当的晚 对德莱文来说 上路兵线这一波推出来 刚才肉的位置确实有点太激进了 就不太应该 因为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直接大摇大摆走上去 确实不太应该 九筒一个大招配合德莱文大招 秒掉了 而且当时的这个架是 你看到了吗 他加了1179块钱 所以他回家瞬间变成这样的装备 就看一下他的装备来 他经济领先了伊泽瑞尔23000块钱 上路的话 一个大招逼出了金身 反正是被碎到了 而且亮出两个TP 他们有车带过来的话 看一下奥文先手开大招 留下这个刀妹 刀妹就要闪现了 躲掉 反正闪现要跟 打出一次效果还要杀 飞行乱入秒掉了刀妹 刀妹这波虽然被秒 但是好像标记 没有太多能获取资源的办法 奥文的每一波大招CD 其实对IG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讯号 是的 德莱文现在这个两剑半太猛了 而且有塔姆保护 这里闪现跟一发飞行乱入 没打到 还带个火炮 现在这第一下攻击特效出来的时候 打谁去回应 但是德莱文这个位置 被先手打了一套 而且你出来的位置也很危险 交出队的闪现 船长也跟大招一个 伊德尔尔大招还好没刮到 我刚才杰克拉 打得有点太激进了 很惊险很惊险 对 但是下路这一波兵线对于船长来说炮车兵直接推掉二塔了 没人过来 很舒服 这一局的话IG也是打到自己很熟悉的一套体系 就是三线都有优势 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单带的 不断地在给标记施压 标记面对这种分带压力 他只能选择强开 但你强开一旦没开了 自己就会亏很多资源 而且主要是看他每一波开完之后 能在这里上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拿到人头之后 还能够进行防御塔的一些推进 是的 就更好的 看EZ现在已经是两件套 这局对Jacky来讲他迫切的需要 虽然说有塔姆在 但他还是需要一个选择替代的 下路就会推得不易乐乎 就会这局发育也非常好 23分钟 就按照我们平常看比赛的一个局面的情况下 船长能在23分钟有这种装备 其实非常非常好 二级鞋还有个卡尔菲特战锤 两个大剑 两个大剑 非常好 而且这个TP也还在身上 看一下中路这一波 布隆 要自己想找机会 但是他们的阵容 奥文直接开打目标是谁 塔姆 塔姆都被睡到了 布隆也直接给大 先秒宝篮帽 宝篮开出自己的灰盾没有死 第一时间的话 飞行乱入再次秒掉了宝篮 不过特意刀妹进场 配合队友先秒掉了一个布隆的同时 刀妹是被秒了 是的一个顶顶起德莱文 德莱文已经能挂开 被恶虎胡实 直接被奥文一头撞死 伊兹瑞尔还在正面战场 刀妹不在 德莱文也不在 不过这一波的话 伊兹瑞尔状态太差 不太赶上了 因为我们刚提到 IG他们是一个三合体系 你秒掉两个合 我还有一个合在 而且关键的这个船长配合九筒的话 好像还能把这个防护塔做点推进 有点不是太好推 不是太好推 想消耗一下没消耗到 这一波其实 感觉上面来说 这标记已经打得相当顽强了 是的 开到了塔姆 第一时间把塔姆血量打成死血 灰盾逼出来之后 然后剑指德莱文 主要是Rookie 他的进场 虽然说是配合队友 秒掉队友的布隆 但自己陷入了一个被集火的位置 再看看片段的回放 先顶起了布隆的情况下 我们看左下角 这里IG已经选择Rush大龙了 打的速度非常快 这里虽然远近改造看到了 但有点阻止不了 一刀刮个大龙抢吗 太惊想了 感觉就差一点点 感觉江江好像要刮到大龙 是的 冥王的程杰还是很稳的 直接稳稳地拿下了大龙 但毕竟像抢龙的一个剧本来说 可能在市场比赛里面 就最多看到一场 就比较难以发生 就要大龙拿下来之后 有更多推进的一个手段了 没错 那就要看IG利用着这条大龙buff的持续时间内 能做出多少事情 就现在有一个最稳妥的一个方法 就是打分带 因为IG他们这种三合分带体系的话 确实有很大优势 而且正面的话也同时要小心被强开 小龙马上就要刷了这条土龙 还24秒钟 是的 这条土龙的话对IG来讲肯定是志在必得 侧翼九头已经在绕后了 这个位置感觉想要找机会 但是实际上没闪 直接一个大招是炸到了布龙的盾上 被盾牌给收掉了 这个大招位置有点危险 又被打一套 还好蹭了下去 但是吃到了毒量的伤害 好在实际上有吸血鬼结账 可以吸回来 把宝兰吓出一身冷汗 是的 还好一口吞 赶紧反身去先把土龙给拿到 这样一想的话 其实也就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在BP最后一个选位上 没有选择日女 而选择塔姆的一个人员了 就是更加稳妥 能够保证自己的C位 不会出任何的意外 在中期的时候 避免直接一波被集火到西 是的 当然阵容其实也买了多一手保险 因为上路是个团长 那现在对BLG来说的话 就比较尴尬了 C位装备成型速度是相当的慢的 现在26分钟 你看到船长三件套了 这个船长的成型速度 太快了 现在打团的话 对BLG来讲 就不仅仅只是一个 德莱文刀妹的问题了 而是船长德莱文加刀妹 还有一个随时有可能在 特意扰乱的一个酒桶 刀妹还做了个水银 不单有水银系带 还有水银鞋 是的 为了他经常创造输出环境 现在三线的一个分带 大龙时间还有一分半左右 那其实这样来看的话 Jacky这局就可以不出水银系带了 因为在中路有水银系带 上路团长有橘子的情况下 塔姆只需要保护自己 对 只需要保护自己 而且我们也发现 就每一波其实宝兰注意力 一直都在这个一线上了 是的 这里IG开始打分带 他们的这个阵容 有优势之后打分带 确实标记没什么办法 下路想着找机会 团长反正给大 但是左翼开出自己的金身 那团长感觉有点难走 反正想换都换掉了 交出闪现 小编最后一发换掉了 这一波非常漂亮 与此都是下路 奥恩也是交出自己的大招 强行要守刀妹 守下来了这一波 但是没有大招的奥恩 是没有任何威胁力的 IG也是顺势推中二坦 二坦也是被推掉 德莱文像是有红buff的 以及两个斧子 奥恩没大 所以IG可以继续往前推 依瑞尔刮了个大招 消耗了很多的一个血量 这一波守护着一个炮车兵 看一下 暈到了这个位置 Rookie有点深入 不过好在 自己还算比较灵活 而且有一大波兵 意见的是没有留到这个奥恩的 是的还要留 来一个赛过来了 看大招 但这个位置都给交出自己的闪现 走掉了 反而是Chifton的一个LakeSide 被秒掉了 而且下路的高地 他也是硬生倒地 中路的高地 他感觉也要倒 Jeky的一个输出确实太高了 而且现在他们一直在盘间 很难去对他进行什么针对 船长过来 直接 孔子被点掉 但是有威慑作用 Ethera再次刮一个大招 但是有点难守 不过这一波IG的整体状态 你得稍微差 看德莱文这一斧子 伤害太高了 我感觉再给一刀 如果出暴击 这伊瑟瑞尔应该就没了 而且直接刮大招了 拳退 下路比一双刀晕到了 奥恩 奥恩也是不欢不忙 反正跟跳 但是这个水晶肯定是守不了的 卫一又在退一 跟出一套技能打传 德莱文 全力一波了 德莱文教主席的闪现之后 后续 BLG还想再追 IG这一波 剑势直接作罢 选择撤退了 很稳 可能在高低最好的一波 派团时机 因为现在 IG几个人状态不是特别好 但依然光靠着奥恩 一个人的留人手段 太过于单一了 是的 刚才这一波 IG之所以打得 如此的激进的原因 也是因为 刚刚在下路的时候 奥恩把大招给交给奥恩 刀妹 知道你奥恩 没大的情况下 那我就可以打得很主动 知道你正面 就很难再去骚扰我几个C了 是的 这一波大龙BUFF IG的收益非常高 中路破了一路水晶 下路防御塔也推了 对于BLG来讲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不停地摸奖了 确实没什么办法 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现在面临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奥恩这个大招 成为了一个关键点 奥恩的大招 如果没有能够 命中对手多人的情况下 他们的输出 是很难达到C位的 但其实我们刚才 也提到的一点就是 船长有橘子 中路的话 已经有了水晶弯刀了 水晶弯刀 而下路这边AD是有塔姆的情况下 对于BLG正面要能摸出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这感觉有点难 BLG确实现在 面对对手 迎来了最强势的一段时间 没什么太多的一个反抗的能力 经济也来到了一万的差距 下路这个刀妹 现在已经玩得 非常开心 对了 那疯狂在线上 过来 这辈子 想找刀妹 但是敌一双刀没晕倒 反正自己被顶起来 手一弯刀子一解一个大招 劝退EaseRail EaseRail的话 还是要跟这一波是杀意已决 不过上路的高地塔已经被拆了 那这样的话 刀妹想换东换掉吗 刀妹很高 没换掉 上路的水晶已经是被IG所拆掉了 这一波BLG虽然抓掉了刀妹 但是并不转 牛王一个 走你 然后送了个桶子 但这一波刀妹已经成功 拖延了时间 是的 任务已经完成了 经济继续被拉开 RBLG现在很难找到反打的手段 开团手段 只能看奥恩一个大招 奥恩要打架 必须出现在正面战场 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就已经聊过了 就你奥恩必须要在正面战场 帮BLG来打一个正面团 但是船长以及刀妹 他们是不太需要的 船长有大招 他可以随时支援队友 无论说是撤退还是进攻 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说ISG他们就可以充分利用阵容的特点 不断地进行单带 而且关键的位置是 你能不能踏到C位 就同一个炸 炸回来一个左翼 左翼交出队的精神 奥恩在特意帮忙掩护 反而是宁的位置有点差 不过还好有塔姆一口吞下来 左翼位置血量很低 被刀妹给收下来的同时 布隆感觉也很难走 德莱文一个呱大 在远程帮忙支援了一下 刀妹一直在收锅 还有一个利刃冲击 但被打晕了 反正必一双刀没能晕到 身上的话也是没有闪现 开出水运弯刀想要加速 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想一波的 Lizera状态很差 没法回血全进行补给 船长闪现过来 但是没能杀掉 但布隆已经死了 而且这一局已经没有办法 德莱文一刀 拿到了这个人头 那我们要恭喜一下 IG成功地扳回了一分 是的 最后一颗门牙夜阴身倒地 开水晶 双方战成1比1 恭喜IG 这一局的IG打法就一扫 第一局的颓势 直接拿出了一套自己最擅长的 三路优的这一套打法 而且前期可能会稍微硬担心一下 因为下路是个德莱文 是的 这个英雄在后期之前 一定不像EZ来的这么的 稳定 对 EZ他是能各种找角度团战里面 保证自己的一个输出的 但是德莱文的话 如果在前期没有那么好装备一个成型 可能他后面在装备 就是在装备即使是同样情况下 他也不一定能够输出到多少 但这一局我觉得IG已经买了一首 保险就上路是个团长 是的 以及他们打得相当的果决 就每一波团战就配合起来 就不跟你讲道理 所以说在这一局的比赛来看 这一局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IG的无论说他们的BP以及战术思路 都是要比第一局要清晰很多 首先是凝王 你看到这局凝王思路真的就很清晰 我就围绕着下路来打 我一直给到下路压力 导致B要去下路 虽然你表面上看 其实没有太多烈士 但是就遭遇到九筒这样的压力 确实也没办法 就主要是九筒一直在旁边做保护 不一定说我要帮你拿人头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至少进行推塔的时候 我能保证我家AD不死 站在后面跟个天使一样 跟个天使一样 其实准备给你套大招式了 对 就温暖着AD的一个心灵 那双方在这样BO3进入到了决胜局 那我们消失游戏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